我們統一看中間 好 中間OK嗎 好 這咧 這咧 好 我們統一看我們左邊 看左邊 好 先看左邊 OK 左邊OK嗎 好 左邊OK 我們先看右邊 我真的蠻感謝觀眾跟粉絲的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一直屬於 比較難真的好好欣賞自己的那一種 所以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收到的回饋跟 包括我身邊的朋友給我的回饋 都是讓我有感官的 而且我覺得那個影響是 讓我自己有一種 突然搞懂了 原本一直都搞不懂的事情這樣 但是我也真的很感謝 就是我們戰友們 就是直接對著我大喊說 你好壞喔 你說QA的時候就說 對對對 然後 對 但其實我也有收到 另外一面不同的聲音 就是他們說 已經讓他們看到很勇敢的一面 就是讓他們也很有勇氣 面對自己很多的感受這樣子 所以其實有聽到蠻多不同的反饋 我自己都還蠻開心很感動 就是一路上都有這些粉絲 然後支持著我 我一直都很想要嘗試的是動作 動作戲 就是 所以 玉姐這個角色有讓我 可以算是沾到眼邊這樣 但是當然對我來說還是很 很不過癮 還希望才可以再可以嘗試更多 那 大姐頭這個戲路 雖然說我從來沒有人這樣找過 但我本身也是覺得非常訝異 因為 我私底下就是 跟玉琳差不多 哈哈 就是那個樣子 大姐的部分 對 然後 講話比較直 然後客氣比較急 然後 比較容易發脾氣 什麼之類的 你的頭都好玩了 如果是你 如果今天是你要爆發 你會說什麼話 示範一下 我之前有在那個 那個訪問的時候示範過 對導演的 就是基本上你出發邏輯是讚美 就比較不會 一個小撇步就是 我剛剛講小撇步 小撇步 小撇步就是 如果你發現 你越講 對方的狀態 越不對勁 那你就把那個讚美 有點噴回來 是對朋友的欣賞 那種讚美 因為有時候 如果你講成 好像是對情緣的那種讚美 對方就有壓力 覺得說 他好像有點太喜歡我 對方就追蹤 對方,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